Hello 大家好 我叫Number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牵插秦叶蓉的成绩 今天是第26天 那一天是7月24号的时候 我看到我们家楼下 就是那个Management 他们修剪了好多颗秦叶蓉的一些枝 然后他们都扔掉了 然后觉得好可惜 然后赶紧拿个袋子 然后拿一把剪刀 赶紧去剪 然后剪回来之后 再剪出一些枝金 还有一些叶子 叶子我觉得不要浪费 那那个时候我是弄了大概7盆叶子的部分 因为很多人说叶子的部分是很难成功的 一定要有那个纸巾的部分 就是要蒸把 比如说蒸把 有叶子还有纸巾这个部分 那才比较容易成功 那当然有些是放在水里面 那有些是我放在泥土 泥土的部分我只插3支 然后再加上因为第一次嘛 我就上网研究了好多好多 有些说需要沾一些那个荷尔蒙 荷尔蒙或者是honey 就是蜜糖 让它那个可以促进那个根 可以很快的长出来这样子 那我也试了几个办法 然后有些水呢 我是用自来水 有些是用雨水 那有些是用那个过滤水 那有些还特地加了一些那个 那个anti 就是把那些chlorine去掉的那种 成分的一些几滴那种药 那15个实验 实验的植物当中 有123456 有6棵是成功的 然后最开心的是第一次看到的是 先看到的是这棵 有直径的 你看 叶子都长出来了 所以那一开始 大概十多天之后 会看到这个苗 根的苗 你看这个根的部分 就像popcorn一颗一颗 一点点的出来 然后大概是要到三周的时候 这个就出来了 它出来的时候 我们还以为是 诶是什么啊 就是一个尖尖的 一个尖尖 所以好像要长新叶子的那种 那种状态 然后 那是前几天的事情 然后 昨天呢 它大概长了有 呃 多少啊 10mm 然后今天我来睡醒来看 睡醒 睡醒来看是长这个样子的 叶子都长出来了 可是它根的部分还没出来 根的部分还没出来 可是我真的很开心 很开心 surprise of the day 然后呢 叶子的部分 我觉得这颗叶子 哈 因为我一直觉得它 它本来是没什么动静 三个星期前 过去三个星期 它没什么动静 只是它叶子没有枯掉 其他的会枯掉 那想说 哎 它是不是也会活 所以你看 第26天它有三条根 这是让我很开心的 好 三个星期后 它出了一点点 那类似popcorn的那个苗 之后你看 今天 第26天 好 再来就是这个 这个 其实它根还没长出来 可是我对它有信心 这个有吗 好 这些长得像popcorn这个 还有这三 这三只 我觉得我没有放弃啦 它本来是有叶子的 然后后来 后来 没有叶子 可是我觉得 还是可以尝试 看一下 这个它比较容易混沌 每隔几天都帮它换一次水 然后还有 再来就是 摘在这个 泥土里面 登登 另外两只 我尝试了 沾那个蜜糖 什么之类的 所以总结来说 其实只需要用 如果真的没有雨水 然后你可以用tap water 就足够了 我觉得它是 神秘力很强的植物 那如果你们想尝试 牵插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过程 那我每天睡醒 都很期待 他们有什么新发现 会给我什么新发现 这样子 加油